在部落的右托照顧中心 另岸困難重重 就是礙於建築法與建地 以及環境等使用安全 建築的部分需要建築物位置圖 平面圖 消防安全設備說明圖 並以平方公尺著名樓層各隔間面積 用途說明及室內外的總面積 建築使用執照影本 還有足以證明土地及建築物 所有權及使用權的證明文件 這些基本的條件在原鄉地區 根本摯礙難行 甚至要做建築架構安全 部落根本沒有多餘的經費 能去執行 對於幼兒照顧中心的困境 不僅部落有這樣的問題 其實在都會地區的幼托照顧中心 因為都會原住民族人口 越來越多 在都會地區的孩子相對也增加 但誘照法限制 幼托中心只能招收三十位的幼兒條件 讓在都會地區的幼兒照顧中心人員質疑 其他的孩子該怎麼辦 部落與都會幼兒照顧中心都面臨了相同的困境 教士民一再期盼相關單位能夠聽取並納入部落幼托中心的相關意見 能在幼照法的修正法案上符合部落或是都會原住民族幼兒的需求 繼續怎麼站在立法院採訪報導